在南海的熱帶氣旋 今早已經被命名為彩虹 根據最新的預測途徑 彩虹會採取一個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大致趨向海南島一帶 根據這一條預測途徑 彩虹會在今日黃昏前後 聚集郡香港 在香港以南的300多公里略過 現在香港的高地和離岸 已經在出強風 而這些強風 我們預計會持續一段時間 香港天文台會考慮 是否需要在下午的稍後時間 發出三號強風信號 彩虹會為香港在下午帶來幾陣骤雨 而它的外圍雨帶 亦會為香港明天帶來狂風教雨 雖然彩虹在終末期間已移離香港 但香港的天氣仍然不穩定 在終末期間仍然會有雨